引起全美关注的嘻哈帝国演员Juice Smollett案件又出大翻转 最新消息是针对Smollett所有指控都已被撤销 她的家人和律师团队坚称她是清白的 是仇恨犯罪的受害者 库克县检方证实了撤诉 但表示认为她有罪 而撤诉是审查了所有事实和情况 包括Smollett自愿社区服务 即同意向芝加哥城交纳因庭省卫道场的罚金等事实之后 认为撤诉是此案的合理解决方式 库克县首席助理检察官Joseph Margitz表示 她相信Smollett有罪并非清白 而撤诉决定是考虑了所有情况 Smollett可能的犯罪背景 和过去两年来别的5700起重罪案件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